阿奇王子即将迎来他五岁的生日 2024年对他来说 无疑是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一年 自从2019年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迎来他们的宝贝儿子 公众便对他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尽管这对皇室夫妇经常选择将他们的孩子隐匿于公众之外 但在过去的五年里 他们偶尔还是与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这个火红头发小王子的趣事 记得在2019年的9月 当阿奇还只是个五个月大的婴儿时 他曾与父母一同进行南非的皇家之旅 那时 苏塞克斯夫妇刚刚辞去了王室职责 开始了他们在美国的新生活 阿奇18个月时 他的聪明才智就开始显露出来 在与詹姆斯、柯登的一次交流中 他的父亲哈里透露了阿奇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 他说 我家的小王子现在一岁半多一点 他活泼好动 性格鲜明 已经开始说话了 他的第一个词就是鳄鱼 三个音节 真是太可爱了 更为显著的是 在2022年 接受Lito杂志的采访时 梅根解释了他如何教导阿奇懂得礼貌的重要性 并分享了家中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 礼貌是绅士的品质 随着阿奇的第五个生日的临近 他所展现出的各种技能和才华 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引人注目 那么 为什么2024年 将是阿奇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年 首先 小王子即将踏上他的幼儿园或小学之旅 这对他而言是一次很大的转变 在英国 孩子们在四岁后的九月开始上学 而在美国 学生则在五六岁时迈入学校的校门 对于小王子而言 未来的学校还没有确定 但据蒙特希托的居民理查德 尼尼尔兹透露 加州的学区中有不少一流的学府 哈里梅根作为父母 必然会为阿奇选择较好的学校 蒙特希托联合学校 是当地一所备受推崇的学府 坐落在得天独厚的位置 吸引了众多富豪和名人的子女 然而 阿奇的未来可能并非完全固定在美国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可能会让他在2024年回到英国 首先 自国王被确诊患上癌症后 哈里与他父亲查尔斯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这一消息在二月份曝光后 哈里紧急返回英国 这也为阿奇回到祖国创造了可能 另一个原因 则与即将举行的威斯敏斯特公爵的婚礼有关 修·格罗夫纳是阿奇的教父 他将在2024年6月7日与奥利维亚 汉森在切斯特大教堂举行婚礼 目前 哈里梅根是否会出席这场盛事尚未确定 但这也给了阿奇一个与皇室堂兄弟团聚的机会 如果哈里一家出席婚礼 阿奇和他的妹妹莉莉贝特将有机会与乔治 夏洛特公主以及路易王子团聚 但现阶段尚未得到任何证实 此外 四年过去了 自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离开王室 他们的生活轨迹不再受束缚 而是自由地展开 据Leave Mint 4月4日引述福布斯的报道称 即便在此去王室职责 并偿还了用于翻修他们以前的温莎住所 弗罗格莫尔别墅的公共资金后 苏塞克斯夫妇的净资产依旧雄厚 总额约为4800万英镑 回顾过去 在2020年5月就有报道称 哈里王子和梅根计划在未来十年内 逐步偿还弗罗格莫尔别墅的装修费用 据估计 整个装修的总成本约为240万英镑 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每月支付约1.8万英镑 直至全部支付完毕 自从搬到美国后 这对夫妇的生活一路上涨 与各方达成了一系列合作 2020年 正值他们宣布放弃王室职责之时 他们便与Netflix签署了一份巨额合同 此外 他们还从出版巨头企鹅兰登书屋那里 获得了预付款 出版了四本书 其中包括备受瞩目的Spare 在他们还是王室成员时 哈利95%的年收入来自他的父亲查尔斯国王 而另外5%的收入则由纳税人资助的主权拨款提供 据报道 当他们辞去高级王室成员的职责时 查尔斯国王给了他们一大笔钱 总体而言 当人们审视哈利王子和梅根的财富时 但必须深入了解这个背后的故事 他们的财富和王室的命运紧密相连 因为如果没有王室 也就不会有他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而著名王室作家内森 凯在《快报》上发表了一篇尖锐的评论文章 对哈利梅根夫妇重新亲近温莎和白金汉宫的努力 进行了严厉的评估 他毫不留情地称呼哈利和梅根为牢骚满腹的叛逆王室成员 这个称呼令人难忘 像一条毒蛇般 缓缓流淌着对哈利梅根夫妇的冷嘲热讽 他无情地揭示了这对夫妇身上的一丝丝虚伪 以及他们表面上的高贵与内心的贪婪之间的巨大鸿沟 他们曾自吹自雷地宣布与王室切断经济联系 然而却在实际行动中显露出对名利的贪求和对权利的渴望 从专家的眼中看去 哈利梅根夫妇不过是一对贪婪的欺诈者 他们假装放弃王室的待遇 却在背后暗地里寻求更多的权利和名利 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充斥着虚伪和作作 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宣称要现代化王室 但实际上却只是在追逐自己的私利 不择手段地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 哈利梅根夫妇的行径已经引起了英国公众的不满和愤怒 他们在王室内部的不满和争吵 以及对媒体的不满和指责 让人们对他们的真实面目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而他们所谓的放下身段和与民同乐 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虚伪表演 他们根本不关心普通人的疾苦和困境 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和享受 在这个愚昧无知 道德沦丧的时代 哈利梅根夫妇的行为 只能被视为一种对正直和公正的嘲讽 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为进步的象征 却在实际行动中暴露出了自私和虚伪的本质 他们的种种行径都表明 他们并不是在追求真理和正义 而只是在追逐自己的私欲和欲望 然而 即使面对着种种谴责和指责 哈利梅根夫妇依然表现得毫不羞愧 他们依然自诩为改革者和领袖 试图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新时代的代表 然而 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只是一场闹剧 一个对道德和价值观的嘲弄 他们的名利之路终将走向灭亡 而他们的尊严和良知也将永远被世人所唾弃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据多家外媒报道 查尔斯已经开始敦促助手 加紧制定他的访傲行程了 按原定计划 查尔斯将于今年10月 携卡米拉一起访问澳大利亚 后来得知患癌后 这个外访计划就被搁置了 然而 几天前参加完赴活节弥撒后 在咨询了自己的医疗团队后 这个计划又被查尔斯提上了一程 这位消息人士还透露 他对自己最近的治疗进展感到有些飘飘然 因此敦促助手制定具体计划 除了澳大利亚 查尔斯和卡米拉预计也会访问新西兰和萨摩亚 斐济则不在计划之内 女王生前有一个口号 只有被看见才能被相信 查尔斯一直以来也在遵循这个口号的指导 前两个月因为接受癌症治疗 他已经错过了多场公务 这让他感到很不安 一位内部人士透露 他渴望掌权 并渴望重新担任作为国王的公共角色 老查治疗进展顺利的另一个信号是 他打算飞到伦敦500英里以外的伯克霍尔与卡米拉 一起庆祝他们的19周年结婚纪念日 之前的一段时间 因为身体原因和方便治疗 查尔斯不得不一直待在离伦敦很近的温莎或桑德林汉姆庄园 老头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但对他心爱的儿媳妇却是很包容的 据悉 查尔斯支持凯特安心的养病和治疗 也支持儿子威廉先以小家为先的决定 3月22日 威尔士王妃通过一段小视频公开了自己患癌的消息 在凯特公开患癌的消息后 查尔斯公开表达了对儿媳妇的支持 老国王表示 他为凯特勇敢地决定感到自豪 并会一直支持他和他的家庭 当然了 这是台前的支持 而幕后的支持 则是 在凯特发布视频的前一天中午 查尔斯专门从伦敦回到温莎城堡 并与儿媳妇共进了私人午餐 一位消息人士透露 只有他们俩像这样坐在一起是非常不寻常的 他们有很多能分享的东西 也能互相鼓励 国王离开餐桌时 情绪有点激动 他们的关系很亲密 他一直把凯瑟琳当作自己的女儿 据悉 在凯特生病的这段时间 国王与凯特和威廉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 资深王室专家 英格里德 苏厄德说 查尔斯理解并支持他们的决定 也懂得三个孩子需要父母陪伴的那种心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